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极用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由先带你来看 凯米台风来势汹汹 动向备受外界关注 金融市长谢国良 出席仁岸区模范父亲表扬活动 强调市府已经模拟好防台措施 而公务处处长陈耀川 到东五号码头抽水站 视察防灾准备的工作 金融八斗子渔港 岸边停了几艘渔船 尽管阴阳高照 三号凯米台风 持续往台湾方向接近 渔船造成的运作 看不出还有渔船提前返航 来到金融港边 水位正常 气象局依照目前结构来看 凯米台风有机会 转为中度台风 暴风圈会影响到基隆 金融市长谢国良 出席仰海区模范父亲表达大会 强调市政府正在进行防台准备工作 在事务会议上会整并我们的会议 做一个防台相关的一个防汛的会议 我们有34个土石流 这个潜在风险比较高的区域 那我们现在也会列为警示区 我们会继续的监测它实际的情况 工务处还有我们的独发局 还有消防局 我们都密切的待命当中 加上明天下午 很可能我们也会抽空去看一下 我们相关抽水站的一个运作 务必在这个台风来的时期前 我们要把一切的准备工作 都要能够把它做好 镜头来到港区 金融港东市抽水站 操作厂上已经进驻 公务处长陈耀川前往测试 抽水机运作情形 凯米台风来势汹汹 不管路径怎么走 对于北台湾的威胁不小 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 记者黄梢明接用报导 凯米台风来势汹汹 市议员张耿辉要求 7度开源立体停车场拆除工程 立马进行防台的加固工作 避免强风吹袭下 工地的物品四散造成危险 凯米台风来袭 为在七度区光明路 以及开源路之间的 开源立体停车塔拆除工程 持续进行中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非常关心工地的防台工作 邀及市政府交通处人员 到现场会刊 交通处表示 其中一栋六楼的部分墙面拆除后 将开始进行防台加固工作 避免在凯米台风强风的吹袭下 工地物品四散造成危险 那因应这个台风的这个措施 我们到约会在 今天到一个段落以后 会在明天进行相关防台措施 包括整个基地的这个硬架的固定 跟防部的这个架构 然后后续等在座场上 在其他作业下方的一并整理 以因应这个防台的作业 那对于我们市政府的话 我也在这边呼吁 尤其台风来期之前 各局处各自欺责 把我的督促 各相关责任区 举例来讲我们的包含工地方面 刚才承诺我们承判科长 尽量把那个硬架 铁架能够牢固 以免风吹台风来袭的时候 发生意外事件 另外由于现在两栋停车塔 都还在进行高空拆除作业 因此停放大型吊车的关系 拆除期间下方光明路段 进行交通管制 来维护来来往往车辆的安全 但是也因为只剩下一线车道 因此交通处预估 7月里左右 停车塔拆到只剩下三层楼高时 就不用再用到大型吊车 也可以解除光明路段的交通管制 减少对交通的影响 有关交通管制部分 因为配合吊车作业的因素 那是预计在这个礼拜以后 大概下礼拜开始 就可以取消这个交通管制的措施 那目前就改为内 就是在基地里面作业 也避免影响到人行车型的安全 市议员张耿辉则是提醒 市政府相关单位 除了开原立体停车塔 拆除工程之外 七堵区容易积淹水的车型地下道等地点 也必须超前部署 减少灾情发生 那同时在这边也呼吁我们前市的 尤其我们七堵区的一些各丑水站 土栏接的一支一号的地下道 美逢豪大以闭烟 这个的话也讲了很多年了 那市政府据说明天要办理沸滩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其实的市政府 相关单位 急着要做准备 还有我们的沙巴问题 还有我们各道路的水沟的通畅问题 这些都要积极的清除 环保局的话 各大学小巷这些也要呼吁 我们相关的住户也要做好 往来准备减少最低的灾害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中山区的大甘陵隧道 是一条百年的古隧道 可以通到安乐区的青棱湖路段 文史工作者推测 当年可能是用电车头拉运煤车 地方级文史工作者认为值得保存 因此市议员宋伟丽邀集相关单位 一起会刊 1939年风亨后再次曝光 一起来看蝙蝠群飞的洞内实况 上百只蝙蝠迎面扑来 翅膀声在耳边呼啸而过 群浮似飞相当惊人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从基隆市中山区大庆大城社区 也就是俗称大甘陵一带 有一条1928年新建完成 已经有97年长300公尺左右 将近百年历史 当年为了运煤的古隧道 称作大甘陵古电车隧道 地方及文史工作者都认为值得保存 因此由基隆市议员宋伟丽办理会刊 邀集市政府都发处公务处 及文化观光局 和当地和庆里长陈家和 中和里长苏才雪 和庆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叶景帝 以及部分地主的蔡大杰等人 一起现地探勘 这个隧道从1928年开始盖 那今年已经2024年了 应该有97年了 所以将近百年的历史 那现在就是说 台湾的一些建物一些遗迹越来越少了 那整条基隆到金山这条路线 有六座隧道 那目前剩这两座 唯一保存最完整的 那其中有一座就是我们这座大甘陵隧道 所以说这边这个隧道西长 知道人也不多 真的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宝贝 它的最北边是到万木山 然后最南边到马宁坑这边 所以它的矿距快接近200万坪 所以甚至我们中山区一个很大的骄傲 因为它所有的基隆港的煤炭或是焦炭 基本上都是从我们这个大甘陵的矿场运出去的 所以说矿场跟铁路都可以结合在一起讲 是这样 光复后就大概没多久就废弃掉了 因为整条路线 因为公路局开通以后 大家都坐公车了 所以这轻便车就没有人坐了 所以光复以后那几年 大概民国四十几年开始 这条路就没有人再走了 然后慢慢木南煤矿在那边开发以后 那这条路线更是没有人再走 从中山区大庆大城社区附近 先穿越杂草丛生 树林茂密 以及烂泥路段 大约10分钟左右抵达隧道洞口 之后在文史工作者 以及专业登山人士带领下 一行人进入大干林隧道 封闭的隧道 期间经历过大大小小地震 包括921地震 以及近期 今年的0403花莲地震 造成隧道里面 摊坊非常严重 虽然当年只能够提供 所谓的电车通过 不过许多摊坊地点 大到可以容纳火车通过 也造成上上下下 有时高达近70度坡度的路段 走得步步惊心 侧着走 扶下面 不要扶上面 扶好扶着地上 照着走 当然隧道里面 也可以直接看到 煤矿层露出 鸡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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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眼鸡眼 来一个久 由于隧道内 久无人烟 因此也顺理成章 成为蝙蝠的棲息地 包括市议员宋伟丽 和当地和庆里长 陈家和 以及中和里长 苏才学等人 都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希望市政府文化观光局 等相关单位 先评估看看 是否可以争取 中央文化部方面的支持 未来规划 恢复这个隧道的可能性 他们就说 就在讲说 这边有个隧道 我记得这个隧道 我大概在张市长的时候 我也有来过 但是没有完全走完 那时候就发觉蛮神秘的 然后此次呢 我就邀请我们各科室的 像文化局啊 还有都发处 那个产发处 以及公务处 他们一起共同来 会看这个地方 我想说 这是一个 具有历史价值的一个隧道 我们的工作文史者 应该要让他们看见这里 以及 就是说 让我们金融市市民知道 这是一个以前 以往 就是通道仁 跟那个中山区这边的 一个轻便道 那未来呢 如果说 我们的文之客 如果这边有经费的话 希望能够将这地方 整个开发起来 让我们以后可以 怀旧之外呢 又可以经过这地方 到道仁 我觉得 只有短短的三百公尺而已 那我们能够借由这次的会竿 希望我们文化局这边 能够来 重视这一个地方的 一个观光的一个价值 能够来发展 我们戴岸岭地区的一个 观光囊带 让以后我们这边 有一个假日休闲的 一个好去处 我再来这边二十几年 第一次走到这个隧道 真的很漂亮 以后 这边要开发 让大家 知道有一个密件 做观光石 谢谢 好 可以无偿来 借给政府来使用 我们要跟 所有的家族 我们土地所有人 还要 我们会尽量 我们乐观集成 可是 还要跟家族开会 然后经过大家的同意 隧道在安乐区的出口 就在秦仁湖住宅区附近 根据了解 中央文化部方面 去年曾经委托 相关单位人员 到七毒有类开会 调查基隆煤矿历史遗迹 因此也燃起了中山区地方人士 和文史工作者的一线希望 随着矿业没落 许多矿坑早已经淹没在 荒烟漫草中 希望未来有机会 让外界和后代子孙 也可以看见 当年矿业的风华 以及仙人们 过去为了家庭和生活 冒险采矿的辛苦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庆祝一年一度的原住民族日 基隆市政府邀请台湾原生 同声合唱团 以及今年金曲奖 最佳原住民与歌手 五思爱 参与2024 原生有爱 看见基隆的音乐会 一开口 纯净又嘹亮的嗓音 这群孩子 来自玉山 三路各部落 首度遗失基隆表演 艺术中心演出 吸引了上千名观众到场 穿着传统服饰的原声同声合唱团 带来多首经典歌曲 美妙的乐曲 让台下观众也跟着节奏鼓掌伴奏 听得如痴如醉 你的爱也成 原谅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永不顺 我爱你永不顺 音乐会同时邀请今年 金曲奖最佳原住民与歌手五思爱演出 表演开始前 市长谢国良特别到后台 和乐团指挥 马彼得校长会面 也向团员们加油打气 所以基隆能够邀请他们来 而且我看到今天我们基隆的 金曲奖的基隆出身的原住民歌手五思爱 也共同的来参加 我们觉得非常棒 不像我们会办更多的音乐会演唱会 也会邀请更多的孩子 不管是这个族群 我们都会有更多好的表演在基隆 市长邱贝林全程出席 也到后台和原生合唱团小朋友 来个相见欢 真的长大了 好在画还可以如实 因为我一来就认出他们 很感动啊 他是我画作的 等于是我的模特儿一样 然后还是一样纯真 还是一样可爱 合唱团小朋友一半以上都是第一次来到基隆 市政府帮小朋友们安排了一趟基隆之旅 将走访正密浴缸彩色屋 基隆和平岛桥头后车亭和和平岛地址公园 很期待因为都没有来过 成立15年16年都没有来过 有看过海吗之前 之前有看过 可是没有看过那么大的游艇 今天很开心可以请他们过来 最重要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来过基隆 那听说他们要来的时候他们很兴奋 那我们觉得基隆也难得有这么好的表演团体 可以来到基隆 那最主要是我们有原住民的活动 很希望跟原住民的活动 包括五四爱也得了金曲奖 可以合在一起 让基隆的市民有不一样的感受 这群孩子在部落里面是 大概都是来自于比较弱势的家庭 其实我们是照顾他们的生活 照顾他们的教育 那对我们来讲 合唱只是一个教育方法 不是我们的目的 那我们真正的目的还是希望透过教育 让教育有机会翻转他们的未来 这场音乐会是基隆有史以来 最大的原民音乐盛典 政府邀请了基隆弱势孩头 阿美族民众与购票做公园的民众 共同享受美好的音乐饗宴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响应2024世界肝炎日 卫福部基隆医院连续第三年 和财团法人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合作 举办今年超了煤 全民免费腹部超音波检查 吸引许多民众踊跃报名参加 参加今年超了煤 腹部超音波检查的民众 认为趁着做免费腹部超音波的机会 了解有没有肝脏方面的问题 非常好也非常重要 那我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来过 这里参加这一个检查过 原由是这样来的 那今年的话是因为 我觉得去年感觉 每年做一个定期检查的话 但应该对我的帮助是有的 所以我今年又特别在注意这个活动 那我们就来泡面参加了 觉得人员服务人员都很亲切啊 动性也都很明显 对整个流程都很顺畅 那你觉得做这个检查对你有没有办法 可以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 然后因为可能之前不确定说 是不是有问题 那借由这个检查就可以发现自己身体的异状 医护人员对病人都很好 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一个接一个 整个流程都很顺 而且很快 感觉很好 根据卫福部公布112年国人十大死因统计 肝癌已经连续44年位居十大死亡原因前两名 因此响应2024世界肝炎日 卫福部基隆医院连续第三年特地和财团法人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举办2024今年超的煤 全民免费腹部超音波检查活动 维护民众身体健康 采取网络预约 100个名额短短两天内就全数额满 可见民众对于自己肝脏健康的重视 那我们这个筛检提供100个名额 在7月10号我们开放网络报名很快 不到两天我们就额满了 可见民众非常注重自己的健康 我们都知道肝癌的演变它是一个渐进式的 从慢性发炎、纤维化到肝硬化最后是肝种 肝癌呢在我们十大癌症里面已经连续44年 都是前二年 所以它的一个重要性我们不可小觑 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 有时候只是一些无理、倦怠 但是有时候肝脏它本身就已经发生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民众我们这边呼吁可以利用我们的成人健康检查 来检查看看自己有没有VC肝 因为VC肝尤其又是造成我们肝癌的一个重大危险因子 那我们在这边也呼吁民众 平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 不要熬夜、有充足的睡眠、充足摄取新鲜的食材 不要酗酒、不要抽烟、有四度的运动 让我们一起来守护肝的健康 卫福部机动医院方面表示 这次活动筛检出有高达七成的民众有脂肪肝 肝肿瘤有两人次、肾肿瘤两人次、脾胀肿肿大一人次 都已经转介辅导就医 机动医院也建议年满40岁以上的民众 不管有没有B肝或吸肝 每年都应该进行一次腹部超音波检查 如果是B肝或是吸肝代员者 至少每半年要做一次腹部超音波检查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可以快速通过 如果先离当新人的那种感觉 我们先离当新人atic 怎么最难能的 我们遇见已经很厉害了 今天有仇在封门 摇 trader 拜登 剧场 esus 你被挡住了 我来把他翻开 漑 onto 台湾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会担心像刚刚的许悦一样 想要进出的时候 结果都被盆栽都挡住了吗 我们7月1号开始 有一个盆栽整结的专案 我们将会用绿脚丫 来代替行人需要进空的空间 让您可以有一个更舒适 更安全的行人空间 请一起响应我们的绿脚丫 来代替我们的盆栽 盆栽摆放药 不妨碍交通 或滋生蚊虫 不自造脏乱 为了我们的干净家园 我们的盆栽要整结哦 哇 这款酒好美又特价 刚好可以买来下周末的舞会上喝 等等 在网路 邮购 自动贩卖机 无人商店等地方买卖烟酒 没办法知道买东西人的年龄 所以是禁止的哟 什么 还要罚钱 一次有烟酒为医法贩售 可拨打检举专线 0800-867-890 还有还有 购买酒类时 酒瓶上有这个优质酒类验证的标章 就会更有保障哟 网路尽商烟酒 优质酒类验证有保障 鸡龙市祝福提醒您 好除旧砖路整坪 鸡龙骑楼更好走 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 我们下半年在爱山路 阮山路 庙口商圈的附近 来推动骑楼整坪 让行人更方便 更舒适 也更安全 骑楼整坪 有爱通行 鸡龙市政府关心您 鸡龙骑楼市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配似地藏王菩萨 以助身明明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定盛 骑楼市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商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记事督众 中家吉隆长期与吉隆商工合作 举办校园媒体试读推广活动 除了培养对新闻进行分析 批判的能力外 也带领学生转换为 媒体产制的主体 在媒体的位置思考 成为一位数位公民 影音的制作很像武侠世界 它的基本功就是分马步 那我们影音也是一样 基本功先把文杂文杂做好 那慢慢慢慢再来求变化 生动传神的举例说明 范淑敏导演来到吉隆商工 与中家宽平吉隆 举办的媒体试读课程 带领学生探索新媒体世界 我在媒体试读的课程里面 有学到就是如果标题太耸动 然后内容通常都不会是正确的 多找一些方面的讯息 不要只单看一个讯息 然后就去相信它里面的内容 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 培养孩子的一个智学的能力 首先具备的就是 他要去辨别这些讯息跟资讯 他到底是否是正确 或者是造假的这个部分 随着民众接近媒体的门槛逐渐降低 范淑敏导演也提及 这个时代人人都可以当自媒体导演 一步一步引导学生认识分镜剪辑的概念 并结合航空电子科的专业技能 让学生练习制作属于自己的作品 以前在学习自媒体影音这块 在结构这块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你做一支影片所需要的技术 然后是需要的一些时间都整个大幅的降低很多很多 所以自媒体真的是人人所应该拥有的失败这样 跟中家产学合作之后 我在空拍机跟空拍机上面的剪辑有很多的提升 还有在基隆美中百年孝庆拍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媒体试读已成为基隆山工大力推广的特色课程 下方透过一系列的讲座与试作活动 期盼同学们的媒体素养持续向下扎根 这几年基隆山工透过跟中家的合作 我们在各项的课程上面也不断地精进跟改善 我们就会带我们的孩子到中家新闻 去做实地的参访去了解到媒体怎么去运作 媒体试读的能力是我们未来必须要培养孩子 去学习到的一个重要的技能 中家学院赞赞 赞 高山足球俱乐部与iParty体试能学院 与基隆市暖暖区联合举办暖暖闹着玩活动 邀请基隆市民们共襄盛举 一同享受足球有氧运动的乐趣 为避免孩子在暑假期间过度沉迷于3C网络世界 暖暖闹着玩活动由两位不同领域的专业体试能教练发起 鼓励孩子们放下3C产品与家长携手走出户外 体验亲子运动增进家庭感情 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蛮有意义的 可以做公益然后来这边学踢足球 也是对小朋友活动很健康这样 其实我们创办这个活动除了让大家一起运动之外 我们更希望的是在暑假的期间 能够创造出亲子之间不同的回忆 在暑假的时候太多就是家长还是要上班 所以请小朋友在家滑手机 我们希望借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让大人带着小朋友走出户外 小朋友在松山足球俱乐部专业教练的带领之下 不仅用足球与家长做热身互动 也进行在球场上奔跑 将方才所学的足球技巧应用于团体竞赛当中 最后由iParty体试能学院教练 带大家进行长达90分钟的有氧运动 充满日日感的音乐搭配简单易学的舞蹈动作 让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今天来这边玩觉得好不好玩 那有没有交到很多新朋友 那以后需不需要还有这种活动 他想要帮助这边订内的教会的青海小朋友 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发想 他把足球跟有氧舞蹈结合起来 那在暖暖这一区是因为我们 本身就是在暖暖这个地方生活工作 他也自产在这里 那因为我们在这边有教一些幼儿园 他想说从暖暖这边 然后慢慢去推广 让亲子啊小朋友慢慢爱上足球这个活动 非常高兴在我们暖暖这个地内的这个风雨球场 有这个机会举办这个暖暖闹着玩的这个足球活动 进我们的社区的一些环境 包含我们现在的体育活动 让我们在地的小朋友 有一个非常好的空间跟活动可以来参与 这是我们现在最关注的事 希望我们接下来可以延伸到 七龙市的其他各区 让每一个区域的小朋友 都有一个快乐成长的一个暑假 请看藉由这样的活动促进亲子之间的温度 让孩童在暑假期间放电 也能有更多民间运动团体 带着基隆孩子闹着玩 共美记者张荣轩自洋市人暖区域财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欢迎市政 走回来